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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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郭文 我現在要在這裡宣布 關於郭文在MyRadio的節目 直播和重溫的安排 在直播的部分 我的節目包括 郭文踩場 郭文踢爆 郭文匯客室 都會在我的Facebook戶口直播 亦都會在MyRadio的Facebook專頁直播 新的加多一個 就是YouTube黃毓民頻道 都可以看到直播 大家看完之後 可以在這裡按訂閱 你就可以看到 毓民在MyRadio的節目的直播 還有 毓民的YouTube頻道 你可以看到過去八年 黃毓民在立法會的發言全紀錄 非常之精彩 記得要訂閱 毓民YouTube頻道 剛才那個老鼠仔還沒說完 是的 等一下老鼠仔那裡還有一點 我們去看看跑湯那一章 剛才說到 幫人那一部分 就怕過分熱心 所以有時候也要知道一件事 幫人自己有能力幫到人 當然固然之好 不過也要注意對方受不受你幫 其實幫不幫到人 都是講求一個緣分 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而且過於專注 就容易會令到自己出現問題 生活不協調 或者造成一個壓力的心態出現 你可能會想 為何我好心幫他 為何他這樣 這麼冷淡 這件事就不需要太過介懷 另外再來我們看看 有一個銜池的星 銜池又名的是拜神 其實主桃花任邪 還有主人風流好色 如果留念那方面 遇到這顆星 就會容易中了一個叫做 色慾 即是肉體上的關係比較多 所以會不會太過分 那好還是不好 那看看你對於這段感情的態度是什麼 你意思高意思是金 其實台主你看到銜池 為何他的名字又叫做拜神 銜池代表有色的意思 對 以經來說 我們有一般好聽的叫做 刺桃花 不正桃花 對 指五毛有已經屬於桃花 對 而且亦都說了 他容易建議施遷 即是如果你說 你經常出去抱的 可能大家都是玩一下玩一下 找餐吃的那些當然沒問題 其實指五毛有 你真的說感情要注意 尤其是因為熟暑的朋友 譬如在1984年、1996年的朋友 就更加要注意了 這兩年 熟暑的朋友是怎樣 你看熟暑來講 為何我們強調了 明年他的桃花會比較多 正桃花當然好 我們講人緣 人際關係 可能會發展得很好 甚至乎有正桃花 但是銜池這顆星來講 他一發揮的作用來講 就令他們 可以風流好息都不值 所以為何呢 我們就說桃花來講 我們先解釋一下 就是說我們講感情 講婚姻、情色和慾望 正的前面就是兩個 九層婚姻 如果你是不正的 就變成慾望、慾慾 那些 那桃花看你怎樣看 兩邊來看 你講得好的 你講人緣好 不好來講 就講得邪人都可以 對不對 我經常都講一句 你人有選擇權 如果你說你本身已經有一個 很正常的拍拖對象 或者二婚的朋友 你就無需要去再 就算有異性埋身 你都可以拒絕去擋 對不對 老鼠仔 明年 因為有個咸時聲 人的感性一面 而且很容易敏感 對於桃花 可能一個美女 射你一眼 說兩句話 說兩句話 對你有意思 對於桃花 對於桃花 對桃花 都可以拒絕 都是講人的審美眼光 對色彩、藝術方面 會有比較敏感 比較敏感 比較敏感 但是桃花太重 一負面的時候 我們就爛桃花 爛桃花 爛桃花 就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做公關的朋友仔 要留意 要善用這個桃花 這樣來講 對工作來講 而且對自己的生活也好一點 因為桃花艇也說 法子都可以叫人緣 桃花旺盛人緣不好 可能對事業工作上也有幫助 沒錯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個 牛仔牛女 牛仔的運勢 牛人的運勢 今年脾氣激烈 主觀固執 不過通常熟牛那些 我認識的都是這樣 不知為何 真是很奇怪 真是熟牛 死後變頸 有一個近親女人 但你一跟她說話 主觀到 又不讓你說話 是這樣的 所以常常難以改變他們 欠缺與人溝通 那個問題時常會發生 所以常常都說 知命時 或者知道自己的性格優點 缺點自己要改變 喜歡的指指點點 牛有一個孤獨性 所以今年容易多受善感 或者是離群 牛應該是群體生活 但很多時候是離群 變得比較孤獨 所以最好自己去旅行 選一門 當然要找三五知己 如果來不開香港 走一山 走一山都是一個樂趣 還有今年 在心境上 會比較操勞一些 勞心勞力一些 工作比較忙碌 但財運就平平 最重要是不要隨便投資 還有與人 如果需要合作去做生意的時候 要三私 要謹慎一點 否則後悔莫及 另外 唐虎吉星 拱照之下 呈現了 你會有一個運勢向上 比較積極 令到自己的運勢有所提升 唐虎代表活力 威嚴權力 意味著 牛人今年的事業名氣 都可以得到提升 頭腦靈活 思維也清晰 做事有憧憬有活力 工作效率和業績 都是有上升的趨勢 亦都可以容易得到上司的提拔 但最重要是一件事 如果你說 比較激烈的那種脾氣 主觀固執的那些 就改一改它 更加對自己在工作上的幫助更大 另外就會遇到一顆叫做 非廉的神殺 如是著這一年 就容易發生 即是扑低 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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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廉來說 亦都可以有少少帶有是非正則 即是非廉就是 背脊中箭 即是像一些廉刀 撞過來那種 一中箭之後 就整個人跌低 有這個意思 所以就說自己做事更謹慎 不要讓人找藉口 不過什麼時候都是的 但是呢 好像剛才的台長說 就像是扑街那裡 即是跌低 你真的走路 大眼 就不要掛著看手機 看清楚你走路 另外呢 又有一顆叫做 炮尾的星體嘉林 性格上呢 不過都是一樣的了 都是激烈暴躁 都是牛 有時候是比較暴躁 而在這個星所在的方位 最忌呢 就是養那些叫做什麼 寵物 或者叫做家禽 家禽 炮尾會影響到你家裡那些 養寵物就要留意了 即是牛人呢 明年自己養寵物 因為有個炮尾的星 他除了影響你本身之外 原來影響到家畜 即是以前那些人很多人 都在家裡養豬啊養雞啊 現在 你如果 現在香港是少些的 以前七八十年代 就很多自己有家 就算住屋村都養雞仔鴨仔 沒錯 現在通常 寵物來講 其實都包括雀仔貓狗 是 是 是 這樣 現在 現在不這樣 大家要留意 但還有一件事 他容易有些不潔之物 是 沒錯 即是不乾淨的 不乾淨的東西 可以說是陰邪的 可以有少許 少許 這件事如果在餘蘭節方面 就要注意一下 我們經常都說 在餘蘭節的時候 就不要戴帽 因為這樣 就蓋上了自己頭上的火 如果放蔥炮尾 也容易影響到家人 除了自己的寵物之外 所以就凡事謹慎小心一點 另外 他又有一個叫做喪門星 喪門星 其實一聽名字都知道 是一顆空星 在流年 遇到這顆空星的時候 就容易有些孝桑的事情 孝桑的事情發生 所以也多些注意老人家的身體 當然 你說有些是中年朋友 或是年輕的 有時飛來環磨 都是意料之外的 不過都是那句 需要多加小心 凡事謹慎行事 包括剛才都說到 車禍可能在明年都會比較多 所以這方面大家過馬路 或坐車都拿回安全帶 注意一下 牛人今年也還有一件事 就是不適宜探桑問病 如果你說不是 我有一個 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或者一個很親密的親人 我沒有辦法不去 那怎樣呢 之前我也教過一些方式 就是很簡單 如果真的非必要去這些地方 但是運勢又低 那怎樣解決呢 很簡單 就是在紙紙舵購買一張白解 幾毫子一張 去到這些地方的時候 應該是說去完 帶去 去完之後 出門口 全數到放在前後 一數到放在後 一數到放在後 然後無法消消去 就在外面街 走一個圈 找餐廳坐一坐喝杯東西 再回家 另外有一個叫做月殺星 月殺星是主黑母 黑妻 所謂的黑 不要覺得原來我是黑誰 我是否要離開他們 不是 只不過是說 你有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然後你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或者一些行為 語言上的說話 不要去 因為有時衝口而出 而說錯話 令到身邊的人不開心 但是 因為你都遇到 剛才也說了一顆吉星唐虎 所以都可以逢空辦 解一解 另外月殺星也處於地上意外災禍 例如山野的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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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很多時候 如果喜歡行山的朋友 明年 也不是行山 市區都有 對 也有 所以屬牛的人 明年要行山的時候 就小心一點 其實通常行山 我都建議一些朋友 帶著什麼 滾去 當然 你不可以 你不要說 用來行山 用來借力 有時候有什麼事 就多支棍在這裡 做一個自衛 都是一個好事 所以代替 代替 代替 很多猴子 所以大家要準備些 防身武器 尤其是屬牛的人 接下來我們還要說哪個生肖 接下來要說老虎 我們跟著說老虎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今年都叫做 統徵都要犯太歲 最好就蒸著它 拜一拜太歲 老虎 今年有兩顆吉星 一顆叫太陰 一顆叫國刃 太陰 就叫做當拳 陰性就一定揚衰 就會這樣 貴極反腐 是否好了之後 反而會差一點 所以特別留意 屬虎的女性 明年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而且不要整天都在人面前 嘩嘩到自己 很厲害 還有有時候 就要講一講 女性晚上 指示之後 我記住 指示就是11點鐘 還有明年 減少一些夜間的活動 很奇怪 因為在虎人裡面 不是虎男 我是虎的女性 說真的 因為有太陰 晚上行事 較為不順利 而且可能會有少少 不好的事情發生 例如被人搶劫 甚至被人騷擾 反而來講 明年的老虎仔 要小心些 防美人計 小心些倫敦金 不一定是被人騷擾 有很多 被人計用過在虎人計 簡單說 你不貪的事情 就不會被礙招 尤其是我們 就不要被人 被識有 我們可以這樣講 小心識有 還有 老虎仔明年要留意一點 可能會被非 如果拍拖 那些 通常都是被女朋友 尤其是夫妻公 是有自 即是自火的自 害自沖 總之聽說感情變化 婦人也有這樣的情況 爭取的變化是分手 結婚 生兒子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看命盤當中 不結就分了 真是有這些判出現 老虎仔明年要小心點 感情方面 琉璃遇到國印來說 挺好的 因為國印屬於貴隱星 都是掌權 即是說自己有能力的意思 可以去置業 或者明年會有千居 即是搬屋 或者會裝修房子 做得漂亮的 這個國印搬屋的話 會不會越搬越大 會 沒錯 黃師傅說得對 越搬會越大的 即是吉星來的 若果已經讀書的朋友 可能選擇升河比較多 即是老虎 明年來講 可能去海外升河 出差是比較多 而且明年 虎人是屬於一種變動的年份 即是有很多變化 但有國印星來講 是會變得比較好些 因為屬於大吉星 我們叫做甲級的吉星 當然兩顆大吉星在頭上 另外也有空星在灌加流 灌碎這顆星很有趣 灌碎這顆星在紫薇斗數裡面 它是屬於叫做斜的星 其實現在很多人來說 沒有這顆星都很斜的 我們講氣來講 解釋這個灌索星 大家都會知道什麼 懶洋洋 其實都不是很想做事 踢又不動 但是灌索星來講 在流連加林這個虎人來講 其實明年很容易有東西會被人搶 因為為什麼呢 不集中精神 氣站在那裡 突然之間可能被人搶了東西 自己都不知道 深神仿佛 深神仿佛 沒錯 然後有很多東西都 跌了也不知道 接下來那個空星叫歐神 歐神來講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就是黑白無常 我們所見到的雨場片那個 那個 帶著這個一見發財的兩位 歐神使者不用這麼害怕 黑白無常來講 歐神如果出現的時候 我們代表了什麼呢 其實屬於叫做什麼呢 那些陰的力量 叫做負能量出現 就是相應回來講 跟灌索一樣 灌索來講是很放鬆的 跟著婦人來說是負能量 人家說做什麼呢 她都在那裡負面 不行的 一定做不到 不行的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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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搞的 會那些 同時來講 明年出現這個歐神來講 婦人來講 探索問病都要小心一點 黃師傅教了大家 看看怎樣去 叫做掃了些不好的氣 就是去了這個 探索問病之後 同時來講 還要留意一件事 虎南明年 特別要注意恩息而起禍 同時來講 就先上車後補票 未結婚而生仔 比較多一點 好 跟著下來 還有兩顆不太好的星 一顆叫做亡神 亡神一聽到就知道 方失失 經常都忘記了事 以及失去的意思 也都可以這樣講 因一些小事 而己 就能夠招禍回來 即是說自己惹回來 所以在生活上 就多點留意 那個細節 以及工作上面 心境方面來講 就要平和 做事就散絲而後行 事事周皆通的 跟著來講 就沽殺星 沽殺星來講 明年我們都看到了 恩息而起禍 為甚麼呢 因為覺得自己實在太孤獨 沽殺星來講 是對人際的關係 恩緣都不是太好的 所以婦人來講 在明年 所以在感情投放方面 就要小心為常 同時來講 同時來講 犯了這個孤神殺 朋友都較少些 知己一兩人 還有呢 這顆星會影響到 那些婦人 我們叫做婦女婦仔 就不太喜歡出去交際應酬 即是變成了 就叫紮虎了 即是躲在家裡 可能在那裡打遊戲 就不喜歡熱鬧 人家在開派對的時候 可能都自己一個人 拿了杯酒 走開了 不理人家 還有一件很特別的 孤神殺 明年大家留意 現在婦人很經常會出現 撞到一些出家人 大家知道的 留意一下 但是現在很多出家人 都未必是真的 都是假的出家人都會有 可能會撞到很多 剃光頭的那些 但是自己真的要識分 真還是假 總之在我的概念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但是在我的概念 如果到處化 原本來拿錢 一定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真和上不會這樣的 即是你到今時今日 還是去給錢的人 就自己愚蠢 真的 真的不要給 你知不知 早前我收到一段片 是兩個藍磨照 搞一堆 是呀 不要說 我一看那條片 我看得馬上刪了 真是噁心 好 接著我們講講兔子 明年的兔子 明年的兔子 其實就算不錯 因為也沒有什麼形衝黑害 兔子明年來講 就有一顆象星 象星是management的意思 就是管理 就是有權力 也都是主做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表示了 就是當年來講 是有權威性的 就是做事可能 就多一些在領導的崗位上來講 那這一星來講 就令到這個兔人 明年就會有個領導的才能 可以發揮得到 可以能聞能武都可以的 而且來講呢 有權柄 還有呢 是重視在管理方面 可以發揮所長的 那跟著另外一顆星呢 那三台星 那三台星呢 又叫做科名 科名的星來講 我們都是主文物 專攻來講 即是古代的文物 現在來講呢 就跟有一點點不同 有些是專注考試的 那三台星來講 有一點點就是說 你可能在一間公司 做事的時候 做了一段時間呢 那公司呢 就為了 對你的一種 讚賞呢 會給一張 那些叫什麼 那些Award給你的 就是一個獎狀之類的 那些東西 也都是三台星 那也都三台呢 就是主文物 寫文章 喜慶的東西 三台星加林在土仔來講 這個人呢 就是無私奉獻 同時來講呢 就遇到吉 而且再加吉 就是這個三台 有三吉的 因為比較好一點 還有做事來講呢 就比較熱情一點 很積極 那比較有上進心 還有呢 就很喜歡 幫人同金奉斧 一起去衝的 那明年土仔來講呢 其實在生肖當中 都算 分數都幾高的 都算不差的 那明年來講呢 就土仔的空星 有個五鬼 五鬼就很有趣的 五鬼來講呢 就遇到一些事情 就是無端端發生 那當然不是好事 令到自己都不知道 什麼 無端端可能有個 很漂亮的女士 都來跟你打招呼 那你根本都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然後銀包不見了 可能就是會這樣 就是五鬼這些星 即遇到文章 是的 遇到文章 另外有一顆星 就叫官符 那官符來講呢 就麻煩一點 官符來講 其實我們很明顯看到 文字上面來講 是跟官有關 跟官的打交道 是不是好事呢 其實 不好的 當然不好 沒錯了 因為為什麼呢 這顆是一顆空星 跟官假交道來講 分分鐘來講 就是試過對一些是非 甚至訴訟 官非 惹了一些小麻煩 這些我當年曾經試過 類似這些官符星出現來講 誰知道公司就忘記了登記 不知道什麼呢 就被法庭罰了千多元 通常都會有這些事 那就叫應了那個官司 應了那個小官司 還有來講 明年肚子 記著千丁萬粥 就不要進去賭場 大家知道為什麼 叫你不要進賭場 就不要進賭場 還有很容易惹到官非 另外一顆空星 就叫做飛符 飛符來講 就叫做突然間來的一些壞消息 接著來講有蓮符 蓮符來講 蓮符來講 就反而有一點點不同 蓮符就要注意飲食的 如果不是就會因為飲食 而導致一些腸胃病 那肚子來講明年是不錯的 很好的把握 不過可能身體上要注意一點 要注意了 沒錯 因為吃而令到身體 比較多些腸胃病 好了 接著我們今天來講 最後一個講龍仔 龍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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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仔今年紅聯聲動 如果真的有未婚的男女朋友 那就好好把握這一年了 如果已婚者 就要注意一下 可能如果想生小朋友的話 就今年可以努力一點了 但已婚者有時也要注意 容易有血缸的問題發生 反而龍女今年起事 會比龍仔比較多 剛才也講過 如果你知道自己有血缸的問題 可能也講過 怎麼說 如果有血缸的血缸 對 就化一化血缸問題 而且龍人今年也有一顆吉星 這顆吉星就是 《月得貴人》 有它的扶持 如果有貴人星扶持 簡單一點 它就是說 當你在自己運勢方面 它都可以對你 有一個利很正面的意著 而且這顆星 它有分 叫做 《天月德》 《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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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德貴人》 其實都是一個貴人星 如果直接說 它可以帶給一些添福添壽的意象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說 今年在健康那方面 就相信 就會比往事好轉了 就是沒有那麼多病堂 另外有一個叫做 《班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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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兩個寫法 一個就是《班庵》 另外一個寫法叫《班庵》 兩個寫法都有人這樣寫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他現在代表一個喜慶 喜慶的聲 有功名 也代表了功名 同時有敗中球勝 敗中球勝 可能等於一場球賽 裡面 大部分都是肖龍的人 可能輸了五球 追回六球也不行 當然了 比賽裡面當然要求勝 肖龍的人來說 如果明年他們玩這種比賽 或者遊戲方面來說 先輸後勝 這樣的情況會比較多 因為有攀安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死符》 《死符》 《死符》是一個神殺 但一聽到就不是好事 所以現在我們都寫了出來 今年自己或家人 容易有很多小毛病發生 嚴重的話 還可能有車禍上危險 所以過馬路或者開車也好 自己看清楚 另外還有一顆小號聲 主要來說 這顆小號聲 可能會見到一些小材物 或者破一些小材物 破小材物 剩不了 或者我們經常說 希望找到剩身好 或者找到剩不了 但是找到也不怕 最怕找不到 行事可能浪費時間比較多 只有做字 而金錢上的收益 或者效益 可能比以往會減少 所以大家都和人家付出那麼多 為什麼今年的收益可能會減少 變成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小號聲 有時候的東西就不能強求 但是整體來說 浪都可能看上去好像不太好 分數都略低一點 對 好像就慢慢地 平凡師傅 也是那句 如果可以 能夠平安過島 安全度過 因為都說了今年可能小病小痛會比較多 希望熟龍的朋友 來年就可以平穩度過 今天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未完的我們可以下星期 下星期 再和大家討論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